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4月15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25周年忌日 北京官方虽然没有什么异常的动作 但是大陆网络上却出现了一些纪念文章 而且没有被删除 加上几天前去年才退休的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参访了胡耀邦的故居 使得这个与八九民运相连的日子受到舆论的关注 不过一些评论人士认为 中共虽然在纪念胡耀邦方面的态度比以前要宽松 但并不代表中共对于胡耀邦会有新的评价 1989年的4月15号胡耀邦去世之后 民众对他的悼念活动就发展成为 要求中共当局反腐与争取民主的运动 最后导致了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事件 中共单方面决定要取消原定于4月16号 与英国政府举行的人权对话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失望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的报道 西藏协会在博客上表示 中共取消人权对话的原因 是因为对英国在最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上 在对中国人权记录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满 在那次会议上 英国卷入了中国同非政府组织的争议 当时非政府组织要求为最近死去的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默挨一分钟 而中共外交官试图要阻挠 广东华州的民众抵制政府在居民区附近 兴电火葬场的抗疫行动继续进行 4月14号这个行动升级 数千民众罢工罢客聚集在华州市政府外抗疫 当局则是出动了数百名警察暴力驱赶 当地的村民说有一人被打死 大约有十人受伤 另外还有将近十人被抓走 但是当地政府通过官方微博否认有死伤 不过当局仍然严控舆论 在网路上封锁消息 各大的网站论坛还有贴吧都大量的删帖 香港的保调人士杨匡被控偷越边境案 4月14号在深圳南山区法院审理 法官表示会择日宣判 那么杨匡70多岁的父母还有妻子刘莎莎 获准到法院旁听 多位在深圳的维权人士因此被控制 禁止他们前去法院声援 佛教界人士妙诀法师在法院附近 被南山分局的警察带走 目前和外界失去了联系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